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文件上传处理 那这节课呢 我们来看一下 peerp如何处理文件下载 其实文件下载呢 呃 有很多种方式的 也就是在网上也是我们常见的内容的 比如说你经常会下载一些资料啊 对吧 经常会遇到文件下载的 那看一下这种形式怎么实现的 比如说 通常你会看到什么 呃 电信下载 然后还有什么 网通下载 这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你在你的服务器上 一般的咱们做服务器的那个机器呢 都有两块网卡 如果你是电信用户 那么通电信网用户来访问你的网站 你是网通通过网通访问 这样的话 呃 速度会快一点 那假如说你现在的 我现在的呃 用的ip是电信的 那我就用电信下载 速度会快一点 我现在用的宽带是网通的 那我用网通下载会快一点 这就是跟你服务器几块网卡 那比如说 还有那个像什么 河南下载啊 呃 什么山东下载啊 山东下载啊 或者什么什么黑龙江下载啊 什么上海下载啊 那这些是怎么来的呢 或者什么西安下载啊 对不对 这些呢 是你服务器有多个服务器净效 也就是啊 我的网站规模比较大 我或者借助朋友的服务器 各个服务器呢 都放上我相同的净效 这样的话 一个机器假说假说就假说我这些视频 那就在比如说北京这下载这话 就在我们服务器上 那有可能下载的很嘛 有可能同时有几百个人几千人在下载 那服务器有可能受不了 然后服务器忙 你可以分担下别的服务器下载 这些呢 都是在服务器上解决的东西 只是不同的地址而已 就可以了 所以呢 那我们今天来了解的呢 这个下载 比如说 我现在要下载这么多文件 看啊 假说我这会是一个 我就直接拿这个写了 这是万点PRP 如果简单的下载 我们用直接链接就可以了 HREF等于 施钢A 假如这会有一个万点RAR的文件 BR 假如说 HREF链接 啊 施钢A 假如说这样 我先不写第二个 假如就万点RAR文件 我现在做一个这样文件 你看啊 我随便找一个目录 随便建一个吧 万一个目录 你看啊 这里边我随便建几个文件 里边我写点内容 你看啊 只要这样 我再多拷贝几个文件 你看 我给它打包 好 简单的文件下载 只要用一个链接就可以了 像这样的文件 RTMA标签链接 只要地址上 只能到这个文件就可以了 比如说我是万点RAR 我就当前目录下 好 我们来服务器访问一下 你看啊 http冒号 访问 嗯 万点PRP文件 你看 你看 直接就有万点啊 我只要手标一点 你看一下 马上就形成这种 对吧 打开 保存 如果我装迅雷或者其他的 我有可能右键一 一打开 使用迅雷啊 或者什么 去下载 对吧 都可以做到 但是如果我是这样的文件呢 你看啊 ahif链接 万点rtml下载 2.rtml下载 你看啊 还有这样的文件 啊 3.prp下载 假设还有这样 负点啊 tst文本下载 比如说这样啊 是logo.gif下载 假如这样文件 我要直接写地址的话 比如说 这号我建 2.rtml 要按w保存一下 我再建一个 3.prp 输出 一号位 你看啊 然后 啊 负点tst 负点tst 一号z 然后还有一个 啊 logo.gif 随便我找个图片过来 比如说 找一个logo 这个 logo.gif 拷贝到我去目录下 这logo就 我把 改名 好 你看这些 这些能下载吗 你看一下 我点万点二 你看出现这个 是打开 是保存的 可以取消 你看 t.rtml 直接转向 这个 rtml文件 哎 我这会儿没加 没加这个链接啊 这会儿写上 to.rtml thre3.prp 这会儿再加上 for.tst logo.gif 好 保存一下 这会儿我们再试一下 保存一下 射信 你看啊 to.rtml 一点 是w 内容直接输出 3 输出i for 一号z logo 直接显示这个图片 看到了吗 所以这些都不能下载 只有第一个下载 看一下 知道文件的名称 文件的类型多大 从哪下载的 对吧 然后你保存就可以了 那假如说我在做东西的时候 因为我上传的 比如代码rtml文件 比如说我做一个技术网站 让它下载文本文件 这些文件都让它下载怎么办呢 那你就不能直接用链接的方式 看到了吗 就不能直接链接的方式 怎么办 看一下 因为浏览器 我现在一点击下载原理就是这样的 其实我点这个RR也好 rtml 这也是下载 你看右键原带码 不已经下载过来了吗 也就是请求外部服务器 外部服务器把那种发送过来 但是呢 发送过来的类型 浏览器有认识的 有不认识的 如果浏览器对于类型来说 假如说他认识的 那么就像这样的 这下边这四个他都认识 就直接解释了 你看浏览器能解释图片吧 浏览器能解释文本文件 浏览器能把PP的输入 接我解释浏览器更能解释rtml 但是浏览器里边 就22G的文件 他不认识 或者word的文档 他不认识 所以你打开保存 是这样 或者pdf他也不认识 对吧 所以呢 下载文件分 他认识的和不认识的 那想办法 要浏览器都不认识 他就都形成副件 给你下载了 因为他本身打不开了 所以呢 咱们必须借助于 pvp文件 比如说 我这个荡rtml 我就不叫这个了 就叫叫dow 荡点pvp 反正这文件 这个dow wn1.pvp dow wn2.pvp 你看 dow wn3.pvp 我只要写这几个pvp文件 就可以把这几个文件 都下载出去 都让他下载 很简单 比如说 我这儿先来第一个 dow wn 荡点pvp文件 也就是我现在一请就请就 这pvp文件 然后请就这pvp文件的 我用一个头设置 比如说我现在打开 你看 如果你记不住代码 也很容易 打开手册 打开pvp手册 嗯 你搜索一下 比如搜索什么呢 header 这个函数 看搜到了 这个函数里边有多少用法 咱们其他的都不用看 比如说 你这块指定 告诉浏览器转现什么位置 对吧 那也是常用的 控制浏览器的缓存 通知他有什么 控制他的缓存 最主要咱们是用这个 你看 控制他将他输出什么类型 什么字符集 所以他经常会写这样的语句 你看 通常经常会在pvp里边 写这样的文件 我再做一个 我再做一个 demo demo.pvp 你看一下 这个投信息 这块 header her her 会告诉浏览器 会告诉浏览器 比如他经常写的 typ 告诉浏览器 我发送过去的是文本的rtml 字符集 是utf 杠8 所以我在下边再输出中文字的时候 比如说 这是一个中国字 那这会发送的 你看我这说demo.pvp啊 你看一下 demo.pvp 你看 直接就是右键语言代码 编码 你看直接又调好吧 那假如说我这块改了 输入字符集 告诉他是 gb 国标2312码 那这会我再刷新一下 你看 右键 编码都不用指定 他就是gb232 你的手工都把它调回来 才可以 所以这个就通知浏览器 什么 通知浏览器 就是在发送数据之前 我得先告诉浏览器什么呢 你我发送过去是文本的rtml的 你用这个字符集解释 投信息是通知用的 那比如说在这里边 我用一下cntl s 我装一个这个软件 你看 我重新加载一下 然后重新刷新一下 投信息你看不到 但是用借助一些工具可以看到 你看这里边 发送的请求的是get的方法 我请求的是demo.pvp文件 看到了吗 然后200ok 这是状态码 对吧 然后咱找一下 展开啊 你看 投信息 你可以看到了 这块 是get的方法 什么什么 请求 防御什么什么什么 对吧 然后这块 找一下字符集 你看文本内容 投信息可以只能说 文本内容是什么 是文本的rtml 字符集是gb232 那假如说 我在这改一下 utf-8 我记得这工具 我在前边 好像咱们讲过 那我就不多说了 然后你看 再重新 刷新加载一下 下边这个啊 你看变成utl8了 200ok 所以呢 咱们在发送数据的时候呢 通常有三部分 也就是 有的是看到的 有的是看不到的 你要知道这一点 有第一部分 假如说我是请求服务器 请求 什么叫请求啊 就是你往服务器提交的时候 分三部分 第一部分 是什么 请求服务器是 协议和 呃版本 比如说http 这是协议版本1.1 所以第一部分是协议 和 版本 第二部分 是投信息 投信息 由于htt交给服务器 告诉服务器 客户的那ip地址 呃 比如说我现在请求服务器 那肯定是我 我客户端的ip地址 我客户端用的什么浏览器啊 操作系统什么版本之类的都交给服务器 服务器跟进信息再反映信息 对吧 那第三部分才是你请求的 请求的表单 信息 第三部分才是你请求的表单信息 比如说我添加商品 这个在表单里面输入的商品 或者地址拿后边的东西 比如说http冒号 后边的查询字母串 a等于bb这些数据 这些是请求的 数据才给他 所以第三部分才是你提交给服务器的内容 请求的 请求的表单信息 就是才是你可以看到的手工的提交给服务器的信息 就这点 那么服务器挽回响应信息的时候 响应的时候 也就是服务器给你挽回反信息的时候 也分三方面 第一方面 就什么状态 比如说200OK 就证明页面 没问题 比如说404页面没找到 对吧 这都是响应的状态 然后第二部分是响应投 响应投 响应投信息 也就是告诉客户端 我用的是告诉客户端 我发过去的是文本的 还是图片 还是其他的格式的文件 mme类型 然后告诉他你使用什么字符解析 是不是附件 也就是通知浏览器 怎么处理我发回去的数据 那就先告诉他怎么处理 然后我再将数据发送过去 数据发送 给客户端 假如说给个网页内容 就是右键原代码能看到的 所以呢 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 你一般看不到 但你能感觉得到 所以想看到就得用这种工具 你要看到 这就是想投信息 你看状态码 然后投入文本的 什么日期的 对不对 时间超桌的服务器是什么 PSP用的什么版本 这些都投信息 告诉客户端了 是这个意思 好 那今天我这三部分信息 所以呢 严格要按照步骤之行 你看啊 我在发送这个投信息的时候 你看我发送投信息的时候 它是第二部分的 如果我前面有输出的话 有输出的话 哪怕输出一行W 你看 那证明我是先输出了 是第三部分输出的网页内容 然后再执行第二部分 顺序反了 顺序反了 是执行不了的 你看一下 看到了吗 警告 不能更改投信息 投之前已经发送了 因为我发送了三W 一行W 然后我再输出的什么 才输出的头 看到了吗 才输出的投信息 所以这投信息错了 因为它必须得在所有输出之前 因为它是属于第二部分的 那假如我这会儿 回家车上面空格 这也算输出 哪怕空格空行都不行 你看 前面没有 但是也是有输出 因为我上面这有输出 所以这个点PP一定要顶格写 看到了吗 哪怕有一个空格都不行 你看到了 它也算输出个空格 也算第三部分 摆在第二部分之前 所以咱们这块顶格写就没问题 它就不会再出现这种 投之前已经发送 所以这是使用投函数 咱们要注意的 所以咱经常用的除了字符集 HEDR 你看 还经常用的什么 像位置 ROCETL Location 位置 比如说转到万点 比如说 兔点PFP吧 我兔点应该是RTML 你看我一刷新这个页面 你看 马上转兔点RTML了 你看我刷新 这是Demo这会儿 Demo点PFP 我一刷新 你看一下 直接转兔点RTML了 相当于页面跳转 这个是页面跳转 嗯 跳 转 使用这个 我们可以这么做到 当然有RTML也可以做成页面跳转 但是这种页面跳转 一旦我前边 假如说 我是一般输出什么什么东西 然后之后 比如说 我这会儿输出了一个页面了 输出什么什么页面 然后呢 输出完之后几秒钟音的跳转 那这样的话 你完成不了 你得怎么的 你前面有输出了哈大函数 还怎么的 又属于第二部分了 又属于第三部分了 你看 后退一下 这话是Demo点PFP 让我刷新一下 没跳转成功 告诉我前面有输出了 不能更改头 所以有的时候 咱们这个书 页面跳转 PFP 咱们并不一定说 非得用这个 我通常的做法是什么呢 如果前面有输出跳转 我就借助于加了script 你看啊 这有输出 然后script 这不加了script的吗 借助于加了script 那他不是发动投信息 先发动页面加了script 然后加个script window.location.lctln 等于 比如说双眼号 兔点rtml 你看 这就没问题了 小心一下 你看就转过来了 所以前面有输出也不怕 看到了吗 所以通常我是用这个来做的 那我们这个程序 你看啊 万点PFP 你看下载跟那个投函数有什么关系呢 有关系啊 你干嘛 你告诉浏览器 我发送过的不是文本的东西就行 告诉他 我先告诉他 你这个你别直接解释 你当附件处理 那只要浏览器当附件处理的 也就形成下载了 所以呢 咱们这块 很简单 你看就使用这个投信息就行 告诉他是附件 然后文件名是什么就可以了 你看啊 我这块 我这块当点PFP里边 假如说在这个下载点PFP里边 我只要写的一条语句就可以 你看啊 哈的 告诉浏览器 我发送的是附件文件名 我这块叫 这个是兔.html 我随便起一个 比如说我的兔.html 你看他下载就是这文件名 现在我地点兔.html 里边链接的地址是当点PFP 而在当点PFP里边 输出的是附件 先发送投 记住 先发送投信息 对吧 然后我得把数据给他呀 他才能把这数据当成附件啊 然后发送的数据 READ read file 读取并直接发送 你用任何文件读取都行 只要读出来全发出就行了 而这个正好是编读 读完之后直接一起发送 连自己输出都不用输出了 兔.html 你看 如果我不加投信息的话 你看一下 我直接点击的时候 到当点PFP这文件 还是读完就发送 跟我妹家的一样 你看看到了吗 但是如果我加上这个附件了 看好了 加上附件了 再刷新一下 你看 现在什么 文件名是不是这个 他就不直接解释这个兔.html了 那现在就按这个名称 给我当成附件了 这附件我就可以打开和保存 对吧 假如一保存 就可以指定什么什么地址 对吧 那假如说 啊 我是打开呢 才会执行 对吧 所以呢 就这条语就是重要 告诉客户端 我是以附件形式去处理 文件名是这个 那除了这个 那除了这个 告诉这个 我还可以告诉他类型了 比如说刚才这个 那一点击 他只有文件和20个字节 假如图片也行 你看啊 我输出的这些 我输出的这些是 我输出的这是第几个是图片 这有个图片是logo.gf 你看啊 说话 logo.gf 我让他图片名下载图片名文件名也让他是 logo.gf 你看 刷新 我一点代rtml 是不是logo.gf图片 这么大 他这个有类型了 如果没有类型的话 他是自己认出来的 没有类型的话 你还可以怎么办 你还可以加几个投信息 叫他什么 叫他我这个类型 content 因为他自动检测出来了 类型是 你迈着 上几个开始说过 这个是mm类型 你迈着图片的gf 咱看下有没有什么区别 gf 他还是那样的 因为刚才也是自动检测出来了 所以不写这上场 也觉得他会自动检测 但有一些类型是检测不出来的 这样就知道是以迈着gf类型 然后大小 headr 你可以自己指定 也告诉他这个附件的大小是多大 也可以做到 比如说 西游 C-O-N-T-E-N-T 内容的长度 L-E-N-G-T-H 比如说我随便指定一个 二零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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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图片没这么大 对吧 但我随便指定的 你看一下 相信一下 点击 你看 七点 他还是自测 自动检测的 保存一下 三百 他以自测检测的为主 复制一下 关掉 省得有缓存 我再 开启一下 好 点击一下 嗯 他以自动检测的为主 不然的话 你这会儿还能指定他的大小 所以这会儿大小 通常咱们怎么指定呢 你用连接就行 file size 看到了吗 他也是尺寸 你直接用什么 直接 logo.jf 直接这样就可以 对吧 通常我写文件下载 就写这三上就可以 gold的什么类型的 然后以附件形式 什么文件名 这文件名你可以随意的改 对吧 然后呢 多大 然后把这个发送过去 就可以了 这就是一个文件下载就可以了 所以不管是prp文件 还是rtm文件 你不要直接用地址 链接这个文件就行了 你看他经过一个prp文件 然后prp文件就可以 向客户的设置投信息 告诉他是附件 然后指定文件名 也可以指定类型 也可以指定大小就可以了 你看 就可以做到了 这就是文件下载 所以文件下载呢 大家只要知道这些就 在我们prp做项目中就可以了 好 这是我们一些这节课的内容 非常短 大家呢 自己可以去看一下这个投函数 他都有什么功能 你把他英文翻一下 比如说设置客户端 页面没找到啊 这都是投信息 第二部分的功能 然后再装一个 类似于我这样的软件 看一下 然后去用一下 这里边看不到的信息 这里都可以 就帮你看到 就可以了 好了 这节课呢 我们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